每日人物王煥荣报道 被综合格斗屑小冬KO500多天后 雷公开极再次败北 10月31日 雷雷重出江湖 现身俄眉乱见传统武术类台赛 对阵的是人气五九大胡子 少林心意法传人王之量 最终以一比二的比分不敌王之量 梦断额眉 赛后雷雷面对镜头 一度哽咽 他承认太极在实战方面的不足 成了只适合全民健身的方式 他在不是为了打斗而生存了 但不代表我们的心是软弱的 在背后 雷雷重太极全适合全民健身 不适合打斗 这是失去斗志的表现 失败后很有挫败感 雷雷对镇的圣者王之量如此评价雷雷 不过 雷公太极这番话 再次引起了人们对于雷雷太极和传统武术能否施展的热议 11月2日 每日人物多次联系雷雷 询问他目前的心态 对方表示不感兴趣并挽救了回应 没人知道这两年承受了很多 赛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雷雷曾如此表示 王之量还向每日人物透露 雷雷在沉寂的这段时间 一直在刻苦练习太极拳和传达技术 渴望为自己证明 胜着王之量对雷雷的当天表现给予了肯定 抗击打能力明显增强了很多 敢于亮剑的传舞精神 值得传舞人学习 王之量也希望被传统武术证明 赛后 他再次向徐晓东越战 徐晓东一直抵毁传统武术 说传统武术不能打 我就想证明一下传统武术 到底能不能打 王之量着 目前徐晓东上无回应 额眉论解了那台赛中 雷雷不敌王之量 再次落败以下是美日人物和王之量的对话 美日人物 这次比赛 你和雷雷的状态是怎样的 赢下雷雷 轻松吗 王之量 第一回合我觉得自己本操胜券 他没有反手之力 所以打得十分轻松 但第二个回合我的心力松懈了一下 他就趁机直接连续把我推下了擂台 第二局我就输 我稍微有一个小小的思想 立刻就被扭转了战局 所以我不是全力以赴的话 就不能打败他 美日人物 你如何评价雷雷 王之量 我之前对他不太了解 但是我知道他练习的金周照 且不删是一流的招数 这次比赛的过程中 我感觉到 他的抗计打能力是很强的 所以他们跟我打满三个回合 比赛过程中我连续把他撂倒很多次 但是他很快迅速调整状态站起来了 一般的选手我是可以直接一拳KO的 一般的选手也是没有办法对付他的 美日人物 雷雷塞后说 太极拳这项运动不适合实战 你怎么看 王之量 我认为他属于失去斗志的表现 失败后很有挫败感 所以对自己失去了信心 太极本身是一种养生功夫 并不伤人 太极推手也可以把你推出场外 太极可以养生也可以实战 可能没有办法跟顶级的对手比拼 但是一般的状态还是拿他没有办法的 美日人物 你觉得现在传统武术的发展现状如何 王之量 现在真正练传统武术的人并不多 我认为很多人练武术到最后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武术的门外汉 为什么他们不入门呢 因为他们学习的大多是表演功夫 传统功夫的好处大家看不透 总是学习套路绝多 套路就是表演 不是真正的功夫 大多数人都是进入了一个误区 美日人物 你为什么多次约战徐晓东呢 王之量 因为他一直诋毁传统武术 说传统武术不能打 我想证明一下传统武术 到底能不能打 为了让更多的人见识到传统武术的魅力 传统武术中是有真功夫的 极个别是表演功夫 练得花拳绣腿 有些人是江湖骗子 表演一些魔术气功 但是徐晓东一尬而论 很多人也对于传统武术存在着误解 美日人物 你觉得传统武术和现代格斗进行对抗 谁会取得胜利呢 王之量 各有千秋吧 我与专业人士也打过很多比赛 专业人士到百姓舞台也未必会赢 很多专业运动员跟我对抗都被打败过 我跟一龙和卡尔都打过 和世界第一武僧一龙的比赛 我也把他打得左右摇晃过 因为他们大多数年轻体力好 我只是败在点数上面 我失败的时候也很多 武术比赛是没有长胜将军的 没有永远的胜者 人士兵图 我也是同色的 大家能试着 我也是停止了